观众朋友到了山海气象时间 明天天气如何 我们来请教气象主播老外 老外请说 是的 伊树尔 各位观众朋友 来 侯大家晚安 欢迎来到山海气象的时间 今天虽然是一周的开始 但是还是有不少的朋友 是处于在休假当中 而今天的天气状况 总的来说都还算不错 不仅有阳光 也有一些微风 所以不少人在傍晚的时候 是抓紧时间 出来走一走 活动活动 而明天又要回到正常的上班日 天气会一直好下去吗 我们就先从第一张的卫星云图 带我们的观众朋友一起来了解 明天的天气状况 从图上可以清楚地看到 在我们北方是有一道封面云系的 而且它持续地在往东方来移动 所以明天受到这道封面云系的影响 在北部还有整个东半部地区 云量会增多相对的降雨的机会 也会跟着增加 所以提醒在这几个地区活动的观众朋友 明天出门要记得攜带雨具 另外在中南部地区的天气 就稍微好一些 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形态 但是要提醒我们的全台各地的观众朋友 要多加注意的 就是白天的时候不下雨的时候 紫外线的强度是非常强的 所以全台各地的观众朋友 这个防晒的工作一定要做好 另外因为温度偏高的关系 在户外活动的时候 也要适时地补充水分才不会中暑 所以这几个事项 提醒我们的观众朋友要多加注意 关系完了天气上的变化 至于明天在温度上的呈现又是如何 我们再重新一张的地面天气图 带我们的观众朋友一起来了解 明天在温度上的呈现 今天中午的时候 各地的温度都还算偏热的 而今天的最高温就出现了 在台南的永康有接近到32度 而到了明天可以清楚地看到 这就是刚刚所提到的封面 明天会持续地在华中地区音量发展 而到了明天我们的风向 主要是以东南风甚至是南风为主 所以温度跟今天相比变化是不会太大的 就以整个北部还有整个东半部地区来说 明天的最高温会接近到32度 而在中南部地区 这个白天的最高温甚至会突破30度以上 会越来越高 所以提醒我们的观众朋友 要独家注意 另外也要提醒我们高海拔山区的 部落的族人朋友 这个温度会比平地地区 晚上的时候会来得凉 所以保冷的工作还是要做好 另外虽然在我们近海的风向 是吹这个东南风甚至是南风 但是这个风力强的关系 近海的风浪也都蛮大的 所以提醒在海边活动的观众朋友 也要随时注意自身的安全 至于明天更详细的天气预测 一起来看为您整理的《山海七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基本上明天还是属于一个 比较闷热的天气形态 虽然在北部还有东半部 会有一些零星降雨的情形 但是时间都非常的短暂 而且雨量雨时也都不多 但建议我们的民众出门 还是可以带拔闪 因为外出活动的时候 在白天不仅可以拿来遮阳 下雨的时候也可以拿来挡雨 这就是今天晚上 到明天的气象预报 祝你一切顺心平安